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时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东航MU5735最新进展 根据中国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经过六天全力搜救 三二一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 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在二十六日晚正式确认 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上人员已全部遇难 消息没有给出有关于遇难家属的更多其他情况 也没有透露是否找到了第二个黑匣子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疫情有关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联合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首都北京和周边省市近期相继出现确诊病例 有民众被指违反疫情防控规则进京 而北京公安则严打逃避防疫检查进京行为 在六天内查控非法进京人员已达二百二十三人 其中有五十五人被刑事拘留 六十五人被行政拘留 中国媒体北京晚报引述北京公安行政总队副队长的话说 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是个别人员在网上发布代驾广告 明知欲进京车辆驾驶员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不符合进京条件 还为其充当代驾 驾驶相关车辆通行检查站 从中赚取每车三百至两千元人民币不等 再帮助或指使驾驶员采取翻越护栏 穿行临地车内躲藏等方式逃避简易检查进京 第二是有一些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司机使用伪造变造核酸检测报告 驾驶车辆违规进京 第三是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翻越护栏等方式绕道进京 据报道北京房山公安分局斗电检查站自本轮疫情以来 以查获并打击使用伪造变造核酸检测 冒用他人健康码行程码车内藏匿以及非法代驾进京等违法人员一百一十五人 据报道显示 房山警方钳制警力到附近的河北省市界 代驾交通重点点位设置巡逻防控等进行遁守和刊防 北京警方表示尽管北京仍需持四十八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有说十四天内有一例以及以上本土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士人员要严格限制进京 根据卫健委消息 北京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以及无症状感染者各一例 再为您关注的是俄乌战争局势的有关情况 俄罗斯前总统现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今天再次表示 如果俄罗斯的生存受到威胁 俄罗斯准备对美国和欧洲使用核武器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这样的声明没有超出俄罗斯之前公布的说法 但是它发生在北约将其在东欧部队增加一倍 以及拜登总统在访问波兰时 因此引起外界十分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强调 美国将其保卫北约盟国的责任视为神圣的业务 而梅德韦杰夫在周六发表的一篇采访中 向俄罗斯国家媒体俄新社发表了上述言论 同天拜登总统在华沙与波兰总统会面时机十分巧妙 美德韦杰夫当时表示 没有人想要战争 特别是考虑到核战争将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在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知道 北约国家核武的目标是我国境内的设施 而我们的弹头是针对位于欧洲和美国的目标 这就是生活 人们应该始终考虑到这一点 并采取负责任的政策 美德韦杰夫表示 正如俄罗斯有关于核威胁的既定政策所规定那样 如果国家生存受到威胁 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来回应对俄罗斯或其盟国的常规武器攻击 此前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在周六的发表讲话中 也谈到了俄罗斯的核武器 他表示保持战略和力量的军事准备状态 是国防部优先事项之一 而同时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周六告诉波兰总统杜达 北约将保卫盟国视为神圣义务不可侵犯 同时表示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其作用的能力 取决于欧洲是否团结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整理报道 两位领导人的会晤是拜登总统准备在周六晚上发表重要演讲前所举行的 演讲的主要内容是世界需要保持团结 以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下午晚些时候拜登总统将访问在华沙的乌克兰难民 在对杜达的讲话中拜登总统强调 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尽管波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府 被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认为是西方团结和安全的关键 但是在过去一直与美欧有争执 然而杜达总统就波兰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向拜登总统表达感谢 并表示波兰随时准备好作为美国严肃的伙伴 可信的伙伴 周六拜登总统反复强调需要避免出现意外 他对杜达总统表示重要的是 我们就我们各自希望如何展开与乌克兰有关的工作 不断保持联系 在结束会谈接受记者提问时 拜登总统再次强调他认为普京是一个butcher 也就是屠夫的意思 并且强调美国方面正在对俄罗斯在此次战争中 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证据收集 而同时根据当地官员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北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士盛 并且占领了该市的医院 短暂拘留了该市市长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周五有人说战前人口约二点五万的该市 受到了开始进入该地区的俄罗斯军队的炮击 直到现在仍不知道俄罗斯军队是否完全控制了该市 该地靠近白俄边境 据官员基辅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称 俄罗斯军队受到了该市居民的抗议和抵抗 他们在周六在电报上分享了周六的示威图片 现场视频显示 有几十位人群在市政厅外的一个广场上伸展极致 并高呼荣耀归于乌克兰 该市市长表示居民们参加了广场上的集会 俄罗斯则向空中开枪 向人群投掷手榴弹 但是并没有驱散示威者 现在示威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同时乌克兰方面表示 俄罗斯军队抓走了该市的市长福米乔夫 在长达一个月的战争中 俄罗斯对于备战领地的地方领导人 普遍采取这种策略 而后市长几小时被释放 并且加入了抗议者的集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切尔诺贝利场区需要不断维护和监测放射性废物 由于战争期间激烈战斗 自俄罗斯军队在入侵初期夺取该场以来 工人们一直无法安全离开 而同时乌克兰军方在周六通报 俄罗斯宗教瑞桑瑟夫在南部城市赫尔松炮击中阵亡 根据来自CNN的报道 瑞桑瑟夫是俄罗斯第四十九集团军最高指挥官 他是第七位在乌克兰阵亡的俄罗斯将领 也是俄罗斯战事伤亡的第二位中将 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尚未证实有关说法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 俄罗斯黑海舰队副司令一级舰长帕利 在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地区战斗中阵亡 消息获得了两位俄罗斯官员的证实 目前没有更新进展 再为您更知道的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根据政治心理专家德克莱瓦在接受采访时通报 普京并没有精神疾病 但是却犯下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根据他向美国之音所说 普京一点都没有封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但是他在发动战争时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 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规模情报失误 德克莱瓦在二零零二年到二零一六年期间 担任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朱莫斯科大使馆的心理医生 他对世界领导人有深入的研究 他表示我们今天看到的普京就是他二零零零年 作为俄罗斯总统的那个普京统治俄罗斯二十二年 他表示普京这一次误判低估了乌克兰人民的战斗意志 他表示如果有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他们不一定是疯了 我们从正常生活中完全知道 很多正常人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认为普京也是这样 他并没有疯 但是却对俄罗斯做出了非常糟糕的 并且对于俄罗斯人民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德克莱瓦表示 普京在九十年代后期管理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年半 他核心权力的同伙是继普京之后的 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负责人帕特鲁舍夫 另外一位是现任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 均深得普京的信任 而同时他表示 现在更紧密的普京圈子正在他的身边 普京年纪大了 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在年迈的领导者 尤其是年迈的威权领导者身上 看到心理学家所说的认知僵化症状 也就是缺乏整合灵活性和复杂性的能力 他们认为世界更加黑白分明 他们失去了看到灰色阴影或者细微差别的能力 这也使得他们更难做出更好的决定 德克莱巴表示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力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但是俄罗斯战争似乎不知道为什么而战 因而导致俄罗斯方面士气低落 他说普京真正失算的还有另外两件事 首先是俄罗斯过去采取的混合策略 比如军事策略 政治虚假信息网络袭击 经济策略等都能发挥作用 这一次却没有起到希望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普京没有料到的X因素 普京完全误判了泽伦斯基的勇气和胆量 而在谈及目前俄罗斯军队粮食和燃料缺乏的情况时 德克莱巴评估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普京认为权力和国家地位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 会不会使用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呢 我们担心是有可能的 但是分析人士和媒体工作者在选择语言时也要非常谨慎 不要把普京逼到无路可走 他拥有六千枚核武器 因此他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绑架者 有时把熊放出笼子 让他跑回树林可能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 德克莱巴也谈及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表示 在我看来习近平和他的领导层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们没有办法抛弃普京 中俄对于他们而言是重要的战略关系 但是中国在欧洲和西方也拥有资产 需要和欧洲进行贸易往来 同时需要和美国修复关系 我认为习近平和中国不应希望和一个被唾弃的人 和一个被唾弃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他表示 根据我对习近平的研究 他非常精于算计和小心谨慎 这不同于我们看到的普京破坏性的一贯做法 习近平想在一个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秩序下行事 但是他要更多的掌控这个秩序 并让中国在这个秩序的组织里有更多的席位 因此我认为他在这方面会更加小心谨慎 可能会用一个长期的耐心战略吸收台湾 而不是武力入侵 德克莱巴表示 习近平极其重视稳定 特别是现在面临第三届连任 最不想要的就是采取政治行动导致动荡 或者采取可能导致动荡的行动 他强调中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有价值的地位 和战争罪行或者是一个潜在的战争罪犯挂钩 这将不利于中国的形象 也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 一旦再次 Thank you very much, Excellences. I now have the pleasure to announce that the minutes of the 7th meeting between the Ministry... May I now have the honour to invite Dr. Roshan Pokhril, Secretary, Ministry of Health and Health. We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signing ceremon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and say thanks to His Excellences and distinguished delegates for your fine cooper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t stability in Europe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our interest, not only in Europe, but around the world. And so what we talked about is the need for us to stay in constant contact and know what one another are do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my colleagues on this side of the table have heard me say it many, many times. We take Article 5 as a sacred commitment, not a throwaway, and make a sacred commitment that relates to every member of NATO. And also, we do acknowledge that Poland is taking on a significant responsibility that I don't think should just be Poland's, it should be the whole world, all of NATO's responsibility. The fact that you have so many, so many Ukrainians seeking refuge in this country of Poland. We understand that because we have in our southern border thousands of people a day, literally, not figuratively, trying to ge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believe that w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our part relative to Ukraine as well by opening our borders to another 100,000 people.